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眼前这株兜兰呢,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是呢,它事实上是大名鼎鼎的圣杯兜兰 Fragmipedium covaceae 它的原生地呢,在披鲁北部的雨林地区 因为它生长范围比较狭小 眼下的数量呢,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市场上它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 我这一株呢,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呢 和朋友换来的一株 当时换来的时候呢,是一株小苗 就是你现在看起来这株发黄的苗 带着两个幼芽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长大了一些 但是长得呢,并不好 它怎么说呢 我自己认为呢,是因为太干了 因为它的原生地呢,在雨林地区 热带雨林 通常呢,植料呢,应该是常湿状态 但是在多伦多市内呢,是很干的 你看它的植料呢,用的就是盆栽土 总是干的,我老是跟不上浇水 我现在觉得这个盆呢,有点太小 另外呢,孔呢,也打得太多 我今天呢,打算呢,给它换个大一点的盆 而且这个盆呢,只在底部呢,打了几个小小孔 同样呢,我还是打算呢,用盆栽土加珍珠盐 那我现在呢,就把它脱盆 我现在呢,给这个脱盘呢,垫了一层报纸 这样的话呢,等一下呢,就不用收拾了 它的根呢,并不多,一点点 你看土呢,非常干,所以的话呢,脱盆非常非常容易 这就是它仅有的几条根 我把它拿到水龙头下面呢,冲了一下 根虽然不多呢,但是状态还可以 那这个盆呢,我下面呢,垫了一点石子 方便于呢,控水 这个盆呢,就比刚才那个盆呢,要深了差不多两寸的样子吧 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保湿 我把它放在呢,把这个植物呢,放在盆的中间 这是我今天要用的普通的盆栽土加珍珠盐 盆栽土呢,就是从Costco买的大袋装的 这个位置装好以后呢,我就直接把它装进去就可以了 土装好以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植物呢,在盆的正中间 把这个标签呢,插回去 另外呢,这个之前的这个老的杆子呢 已经彻底黄了 我打算呢,把它剪掉一部分 看起来呢,没有那么难看 那现在呢,就是有两株新苗 盛碑兜兰呢,其实是一种大型兜兰 但是我这一株呢,看起来非常小 估计要开花的话呢,可能会在两年以上了 那希望这次呢,换了这个盆之后呢 它能够比较保水,能够长得快一点 长得更好 希望两年左右呢,能给大家看花 谢谢 谢谢